港股在2020年首个交易日高开 主要是中国人民银行在元旦日派新年礼物宣布降准 要向市场放水8000亿元人民币 到底黑下投资者应如何制定策略 不者认为 今转行只升穿28400点 走势确是比预期好 为成交上又未算太突出 向上29000点阻力颇大 即使月内中美珍的签订首阶段贸易协议 由于市场已消化预期一段时间 故未必就能令港股再向上突破 其次是 官乎美股道指市盈率已经去到21倍 在经济面临下行压力之下 美股开始有高处不升寒之涨 短期调整指示时间问题 必须提防中美签署贸易协议之制 正是美股好消息出货之时 此外 中国今次降准 主要应付年关市场流动性紧张 协助企业融资过年关 但不会放宽楼市调控 虽然周四两日互心股市做好 但能否持续成疑 毕竟当前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大 今年开放金融业 对国企而言是一个大挑战 若然经济下行而任由资金推升股市向上 亦不见得是好事 市况随时大逆转的风险正在增加 故在去年的升幅基础下 时值年初高位再加大注码 的确值得三思 整体而言 虽然短期港股升幅未必太多 但调整的幅度也未必会太大 始终外围市况主导行程 除非美股大嵗或A股大回 否则港股都是跟大对走 但外围升 港股升幅会跑输 外围跌 港股跌幅也会较外围大 这点可以留意 短线若未有货在手 追货而审慎 若持货帐面已有不足利润 逢高减持锁定利润 等春节后再见 确是相对稳妇之举